这盘棋讲解的是一刀清城 2023年的世锦赛第八轮 这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 将决出两名棋手进行官亚军对决 那么田和如果取胜 他就可以杀进决赛 那么吴东汉取胜 他也可以杀进决赛 但是比赛出现戏剧化一幕 我们先来看齐 开局是西安之路 对战独底炮 红方架中炮 黑方是飞向 这儿红方打了一将 黑方就不是 红方补个下 这儿对方一蹬 他是要出狙抓炮 刚才飞向 就是为现在上马做准备 那么黑方进击足 以往的招法是出横狙 这是一种新式走法 他是要进两个足 将来狙直接拿到足定线 红方进炮封锁 就是不让 黑方的话 弃足强行打开局面 红方就顺势过一个兵 黑方就掌狙抓 那红方品兵跑炮 黑方吊局吃马 红方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掌局去看 一个是上 实际红方就简单上了 黑方点局进来 准备抢兵 这儿红方就上马 用炮来看住 接下来这个棋 黑方如果退局抓 红方打掉 也是一种选择 黑方会进足再抓 红方会抛进一步 如果你平足他就上马了 如果你顶马他就把兵吃了 所以你肯定要平足 他一上你过来抓 不然我朝他采掉炮 打完之后你想吃双 人家直接就把变足打掉了 所以这种红方会多兵 那么局面是有先手 黑方不太愿意 他选择招法就是上马 这边的话采中炮 这儿的话红方得逃 那黑方就可以直接去吃 这样的话红方就往左边去跳 到这儿的话找机会 这个小兵过来还要抓死马 黑方一看赶紧上 红方这边先来一将 黑方倒不怕 因为他这边啊 随时有炮可以防守 到这儿红方狙还没出来 赶快呢出来 黑方这个马就纵身一跳 对狙形牵制 这儿的话红方顺势给他一将 黑方刚好就可以平炮 此时的话红方是上边马 到这儿 黑方选择的招法是狙二心一 就要把对方赶揍 到这儿红方正常需要保 他用炮 那黑方呢再打一步 红方到这儿呀 他就选择弃子 直接把相给砍 那黑方到这儿也就吃回去 接下来红方把剧量出来 他明明可以堪他就不堪 弃一个子 准备呢强行杀对方 这些都确实厉害 黑方的话就退 那这儿红方这些呀 有一个下底炮打向的棋 正因为这招棋存在 所以他才敢弃子 下一步棋呢打向来抽狙 黑方这棋呀比较狼狈 只好平区去炮 那这儿红方选择招法是甩炮 继续打马 这是黑方的架子 他选择让开 不给你利用 红方的顺势掌局就要吃马 黑方到这儿选择招法是打掉 先吃炮 红方先向着再说 到这儿仍然要驱赶黑方的马 让他离开 黑方选择退回 至此红方是弃子弄杀 黑方是多子防守 双方也差不多 接下来红方是退回 找机会呢可以顶住 比较手可以破释 这边还有一个近鞠吃马 背炮啊 手段很多 黑方就一冲不给他过去 这样的话红方就吃掉 黑方的意思是把马退回去 那这样的话红方啊 他选择是再退炮 准备继续过来 这儿也是诱敌 看你吃不吃兵 吃兵底线一僵 绝对不敢 对方向他挡不住 这儿有个兵 只好进一步再说 看你要干什么 红方选择招法是炮二推三 准备呢平炮 找机会打狙 那这里黑方就正常上 因为你打狙这个棋 它可以闪开 这边有一个马看着像啊 暂时并无大碍 到这儿以后呢 红方选择招法是落像 黑方这棋就进了一步啊 他不能用这个局吃 他用另外一个局吃你兵 红方到这儿的话就强行去对 不肯丢 黑方的话选择飞象 这个时候正常吃也是用选择啊 他不愿意 飞象的话是担心对完局之后 打向抽另外一个局 到这儿逼红方表态 而红方就平了一步 黑方这儿就进去了 他希望你吃完就上岸去 他进了将是希望打局让你吃他 他想上这个马 那红方这棋啊 就前局平五吃掉了 黑方踩掉以后呀 红方架中炮啊 准备把向打了 对方这棋就退回了 抓炮 红方进局保住炮 也是遍按招法 到这儿的话 黑方选择招法是炮四平一 想要打兵 开始反击 红方这时候逃了一步炮 这步棋啊 其实应该走 冲兵比较好 让对方去吃 然后打他一将 正常啊 这边得落 冲兵他得退 然后这个兵一平呀 随时炮退回来 这个气质应该会非常厉害 那关键是他连气两个怎么有把握呀 不敢这么下 所以到这儿的话 这个气质就错过了一个机会 这个气质确实很难想到 因为红方虽然少子的攻势太强了 到这儿他没敢气的情况下 揍了这样一招气 那黑方反夺先手 立马就对局 这样的话要以多起手 红方的这个气质如果不对 这个局点进来跟着炮一出老将 可能就下不成了 所以他就吃 那么到这儿的话也就吃 接下来这个气红方吃足 黑方打掉 虽然说红方多兵 但是毕竟这两个炮兵种差了一点 而且还少了一个子 那这样的话这个气就比较难下 到这儿的话也是以攻带手 苦顶 想对一个马求和 黑方到这儿就不可 所以与其走这么苦的局面 还不如刚才连气两个子放手一波 空头炮加上多兵围城 对方虽然指都他用不上 再临场没赶走 这样的话这个气黑方就有反扑的机会 现在这个气黑方明显在右 红方选择甩过来 黑方到这儿就上 然后红方赶紧补视 黑方这气就绕过来 想去吃兵 那红方这气正常是要冲过去的 但是现在用马冲不过去 到这儿反正要丢 过边兵吧 那踩掉 然后就平 接下来这个气 他再退 继续利用你 希望你过来再踩 这边有一个踩霜 所以他这儿冲下去不给你利用 那对方还是要上 准备踩霜了 红方就冲下去不让 黑方继续踩 那红方是平了一波 黑方炮一退 准备做中炮了 照这儿红方平兵 这儿也就做中炮 局面到这里的话 正常是要往下冲 因为对方将军可以出来 炮将可以电炮 踩掉试掉 抓个试 这个旗还是可下 所以他主要是利用老将 牵制老帅 这么一个旗 不让对方将就行了 正常冲兵纠缠 可以下 但是局面仍然是不利 下风 到这儿的话 他是走的平兵 结果黑方就避开了 这个老帅牵制老将的旗 上去就是一将 你不能过来踩掉你 你现在只有出 出来之后他给你一将 现在你电炮 刚才没说到 被牵制情况下 他就有换 换了之后破个式 他有破双兵 他不怕 那现在这个鞋 他走的是马四尖 指着一出 红方就懵了 因为你进老帅的话 炮没了 那这儿你只能平 但是你平的话 这上把一蹬 我炮踩死了 到这里 前河他不得不认输 最终的话 是吴宗瀚获胜了 通过这个小分比较 那如果说赖底兄 第八轮站平的话 吴宗瀚就杀进决赛了 但是的话 让人一想不到的是 黄缺谦 在最平稳的局面下 居然丢了一个大子 所以这个人头 宋的庙 关键时候 就袁世凯 直接投诚了 导致物须变法失败 本来吴宗瀚 他是凭实力 要杀进决赛的 没想到关键时候 这个黄雄人一放水 结果赖底兄杀进决赛了 最后追杀孟臣 孟臣差点翻车 如果孟臣遇到吴宗瀚的话 夺冠可能会更轻松一点 所以的话 这次孟臣夺冠 确实是不容易 感谢 诶 诶 诶